忘记李明浩、杨并、孙杨基、李平昂婚吧,宋慧桥正在与一个陌生男子约会。 最近,宋慧桥发布了一张与一个男子会面的照片,猜猜看是谁。 必须说,现在宋慧桥的前男友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, 无论他愿意与否,他也应该为自己寻找新的快乐。 最近,女演员宋慧桥带着她的宠物狗与多年的密友兼知名发型师Shang Ju约会。 宋慧桥穿着暗色服装,戴着帽子。 她在相机面前展现出美丽的面容和白皙、光滑的肌肤。 她的好友则穿着配套的服装,同时抱着可爱的小狗引起了注意。 众所周知,宋慧桥曾与李炳辉、杨并和宋仲基有过感情纠葛。 到现在,这三位男演员都已经成为了幸福的家庭之人。 李炳辉和杨并已经当上了父亲, 而宋仲基责正与外籍妻子期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。 而在这些前男友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幸福之时,宋慧桥仍然单身一人。 在闲暇之余,宋慧桥经常与朋友们寻找快乐。 此外,工作也让他更加快乐,热爱生活。 宋慧桥最近的电影项目《复仇的荣耀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 这条职业道路越来越成功。